KPL业内神秘大佬降临瓶子直播间 爆料出AG诸多消息 新阵容即将迎来调整 只有涉业确定不变 其他位置都可能被轮换 还爆料了猫神被LGD大鹅买走的一些内幕 AG在雷霆杯上一队打比赛 其实是想让新阵容早点磨合 没想到却先后输给了DRG跟Hero久境 本来输给前者还能让人接受 毕竟对手的实力很强 但输给后者就有点尴尬了 以至于大家才会觉得队伍在反向补强 而这种情况下 奶茶教练自然要考虑换人 然后瓶子请来一位业内的神秘大佬 他也是爆料了AG的一些消息 消息虽然不算多 但是能确定队伍的首发阵容还会调整 九成跟星光未必就只能待在二队 有望重回首发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神秘人我就不公开他的身份了 然后他之前有在很多俱乐部 做过经理各个方面的工作 他不是直接的参与赛讯的 他也可能在有些队伍是直接的参与赛讯的 但是他基本上都还是在一些队伍里面 做的是管理港 管理港 就是AG整体他们的新的教练组是非常严谨和低调的 所以透的消息不是很多 月光今天回AG了 但是他的身份还不是很明确 是不是去做赛讯团队 还是说做其他的事情 目前还不确定 然后公开赛的话 一诺那队是一队 然后九成那队是二队 然后一队在吸收和试一些新的东西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就是有重新调整的可能 你是说中单吗 就是主要是中单编路辅助这三个位置都有可能调整 还是那样子 就是卫阳和伊诺暂时固定双C不变 然后在其他位置上都还有可能会调 脚踝加钱 换cat 哦 这么回事是吧 哦 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 我以为就是就是纯拍 所以所以当时老干爹晚上临晚的时候给他点了 是就刚聊是聊好了 就是小孩给你加点钱 然后你把开的给我 啊 大概是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然后讲一下TG 所以我们我们以为是开的是偷塔偷来的啊 原来不是 啊 其实其实转回机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 其实各个俱乐部之间还会有很多的交流 从这能看出奶茶教练很想要成绩 不会轻易透露队伍的情况 只是一队在雷霆杯的表现太差 考虑让二队选手上首发 这也是一件人之常情的事 而怡诺跟魏央作文首发 队伍拿到成绩 一切就相安无事 反之他们两个人就会陷入舆论 特别是新队长怡诺 至于月光教练去基地做啥事 个人感觉应该是会加入赛训组 帮忙队伍整理一下BP思路或者战术 如果他是去养老 那就没必要回去基地了 然后猫神当初是最后一刻被拍下 这个消息应该不准确 AG跟LGD大鹅藻有各自的打算 难怪小怀没能竞争过一安 第一原因是AG本来就没打算买下小怀 可能是为了猫神能成功转会 管理层才同意小怀过来 第二个原因 他的训练效果不如一安 这才没能上手发阵容 不过一安在雷霆杯被百兽碾压 教练组自然要考虑轮换 不然春季赛第一轮大概率就要去A组了